大家好 我是三喵 拿着猫和小本文又上场了 今儿有朋友在我这留言区里头说 三喵 你能不能聊一聊 伊朗无人机对战局的影响 当然我说的战局 特指乌克兰抗俄战争 我们知道俄国最近从伊朗 买了一些沙西德131和136 这种神风自杀无人机 那么它已经用在了大规模袭击 乌克兰前沿阵地和基辅这些大城市里面 那聊一聊对战局的影响 那我想对战局的影响 这个话题可能几分钟就说完了 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要聊一聊 伊朗无人机对战局的影响 那么也希望去大概讲一讲 我知道的伊朗无人机 它整个的发展的一些脉络 包括从哪获得的技术 可能的一些东西什么样的 那么最终得到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节目 首先我就说说对战局的影响 你战局具体来讲 前线的这个战线 是乌军在推进 还是俄军在反攻 对不对 你这个伊朗的无人机 岂没起到乌克兰的海马斯那个样子 我们说定点清楚 让将军先走 那个效果 伊朗的无人机是八月份 从这个起运 然后到了俄国 到九月份的时候 在巴赫木特 对就是巴赫木特 那附近 乌克兰第30旅的这个军官证实说 俄军已经在用这个东西 当时第一次用的时候 对乌克兰军队造成的损失还挺大 四门牵引式榴弹炮 以及两个BTR装甲车被击毁了 那么从此之后呢 乌克兰它发现这种沙西的136无人机 它是有弱点的去针对性的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反无人机的措施 就在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基辅的一些几个警察 在街上巡逻的时候 远处就听到这个伊朗的这种无人机的这个声音 那个伊朗的无人机使用了这个发动机MD550 是一种摩托车的那种活塞发动机 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这几个警察 拿着轻武器 拿着这个枪 对枪对天射击 把这个无人机给打下来 也就是说乌克兰目前面对这个无人机 它不是没有办法的 而俄国人 它的这个无人机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攻击 远远达不到饱和的程度 而且还有呢 就是这个无人机是不是伊朗的呢 各种证据都显示是伊朗的 就在今天法新社一个记者拍到了这个沙西的136啊 那个三角翼的无人机俯冲攻击的那个清晰的画面 但是伊朗失口否认 我们没有 我不是 不要找我 我绝对没有向俄国提供任何一个无人机 如果我有的话 我就是什么什么 一般来讲 如果这种无人机 其实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俄罗斯是把它当成巡飞弹或者巡航导弹用的 那你总得保证相关的数量吧 对不对 你看俄罗斯 他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的精确制导弹药从开战第一天啊第一天我记得是打了160多发是吧 小伙伤 是不是160多发 那么这次他打击辅 就是这次报复性打击辅 小伙伤 好像是打了80多枚 我记得有报道是75枚 据说俄军联S300S400这种防空导弹都拿他来当这种地对地导弹用 再加上这种巡飞弹 也就是说他的弹药已经不足了 那么如果俄国想用这个伊朗的神风无人机想去起到扭转战局的效果 你总得有足够的数量 那么现在好 供货方自己在扭扭 而且伊朗也是不承认这个俄国对乌东四周的占领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反正我作为一个正常人啊 就我 我觉得这个俄国的这个供货这个渠道你说是多稳定吗 并不是多稳定的 那前一段时间那个梅德维杰夫嘛 那不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跑到这个俄国的军工产业综合体里面 号召大家去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增加产量 那你去跑到伊朗那边你试试 你这毕竟已经是国外的秩序了 那当然说到这里有人就会问 这伊朗这种无人机怎么那么发达 哎伊朗无人机不但发达 伊朗的无人机 我看有些渠道的报道说能排到全球前五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任何一个东西啊 我们要考虑它的必要性 和它的可行性 那伊朗为什么有看上去还算是不错的无人机 当然这个沙西德136啊 哎 沙西德136这个无人机啊 乌克兰这边说其实它只能攻击这个固定目标 而且它的这个制造其实很差 但是你得看跟谁比对吧 你跟俄国的无人机比啊 这个伊朗的无人机那是好到天上了 俄国的那个海英无人机有多烂 这次战争当中也已经看到了 也就是说伊朗它的无人机那么好 它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我们说俄国它毕竟 它在今年2月24日之前 它是世界老二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 比如苏35苏34苏30苏33苏27米格29 这种非常先进的 看起来非常先进的这种空天军 对不对 然后它还有什么图160图95这些东西 它认为没有必要去发展无人机 这种东西 我的有人驾驶飞机已经足够先进了 而且我的这种有人驾驶飞机 在叙利亚投掷铁炸弹已经投掷足够好 但是伊朗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发展无人机非常有必要 自打70年代末80年代初 这个伊斯兰革命之后 这个伊朗就跟西方是彻彻底底的脱了关系 那么西方就会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严厉的制裁 那伊朗曾经向美国去购买过很多先进的飞机 比如F14熊猫战斗机 有人说F14熊猫战斗机多可惜啊 已经退役了 我告诉您不对 现在还有一些在伊朗服役的 对不对 那么这些飞机慢慢得不到配件 终究不是长久之机 那么伊朗就想办法打歪主意 也不是歪主意 就是我打这种无人驾驶飞机的这种主意 这就是伊朗搞无人机 它的这个必要性 那跟它类似 还有一个国家也是要搞无人机 什么呢 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国土狭小而且飞行员都是宝贝 我牺牲不起 所以说这两个国家都有搞无人机的必要性 而且在80年代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用无人机还真的都做出来了一些成绩 像伊朗的那个大利士 像蒙犬无人机在1982年贝卡古地空战的时候 是当诱饵 而这个伊朗的无人机好像叫 摩哈族吧 这个摩哈族 你看我得拿小本本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迁徙者无人机 这是他们搞出来的最早的无人机 这个前面装一个哈苏的这个 呃照相机镜头回来之后冲起脚脚 干嘛呢 侦查用 我们知道80年代的时候 伊朗跟伊拉克搞了一个两一战争 那么这次战争非常非常的惨烈 那么搞侦查的话 如果你用人去侦查风险太大 那么我用无人机去侦查伊拉克可能的炮兵阵地 用人用无人机去侦查伊拉克人可能会埋伏的地方的话 呃效率更高 而且损失更少 这样伊朗等于是尝到了无人机发展的甜头 那么再以后 我们说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 神棍浓度越来越大 对不对 那被西方制裁的也是越来越厉害 那么当然了 那就是要自力更生 我之前一个节目说过 你自力更生 其实就等于闭关锁国 对不对 那等于说是要把碗端在自己手里 这个是啊 这个是被迫的事情 如果不是被迫 谁愿意这么干呢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能把这个无人机一条道走到黑 因为你不可能靠着这个自己本国的技术去 把F14你再给魔改一下 改成第五代机的F14版本 但是你搞无人机 这个必要性 我们这个伊朗之前在战争当中也尝过甜头 那么可行性呢你无人机你的这些飞控电子组件怎么办呢 哎 那就只能靠各种各样的走私啊 或者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 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 讲到这个芯片跟光刻机 然后有一个朋友在底下跟我留言 说这个三彪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其实就算是有禁令的话 这个台湾那边有些人只要给钱什么都敢卖 一片这个原晶片啊 成品的大概是三万五到五万美元 这是他底下留言啊 如果有朋友了解的话 您可以在底下去去跟我说 就是只要有钱 谁都 只要有钱 还是很多人愿意从事这个走私这件事情 当然你要说某东方大国的某个企业 有没有参与过对伊朗的这个走私呢 那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 你就看这个这个大国的这个企业 几年前还被说成民族脊梁 然后还要说赶超苹果呢 这今年这大国一大国的这个企业 因为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制裁 然后这个老总嘛 就说我们要在寒冬当中活下来 你就知道 看来这个制裁也不是那么的空穴来风 总之就是伊朗你要搞无人机 他的这个电子元器件也是能搞到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甘愿 为了钱什么都不顾的人 而伊朗这边的这个政权也是真的是有足够的钱 OK 那在这种情况伊朗的无人机发展的非常非常的稳健 一步一步 一开始是这种漫游者 是迁徙者 再后来是叫什么来着 那阿巴比尔叫燕子阿巴比尔 这个伊朗的这些无人机啊 他的这个名字都是起自那个什么 都是起自这个古兰经啊 宗教的这些东西 像迁徙者最早指的是什么了 就是最早跟着先知穆罕默德去签当麦家的这些人 而燕子这个词 你看也是看上去是一个鸟类名字 其实也是取自古兰经 那是当时有一支这个敌对的军队用大象去攻打这个圣城麦家的时候 然后麦家城附近的这些燕子这些鸟群起而飞 然后拿这个石块跟黏土纷纷的往这个大象身上扔 然后再加上瘟疫横行把对方给吓退了 这相当于伊斯兰教当中的一个奇迹吧 所以说这个燕子也是后来被当成伊朗的一行无人机 然后再后来就是前锋看外 然后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什么沙西德136 他其实这个沙西德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见证者 见证者136啊 见证者136啊 那这见证者当然也是宗教典故 他跟见证者131 外形差不多 但是大了不少 整个是三角翼的布局 用的是一个摩托车的MD550发动机 所以我们说那个乌克兰的这些防空军人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听见这个无人机来了 而且他速度很慢 多少呢 185米每小时相比于这种巡航导弹 那个速度是要慢很多 所以说乌克兰现在的这个军队啊 有没有对付这个无人机的办法 其实是有一大把的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 早发现 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你这个无人机这个见证者也好 包括你其他的伊朗无人机也好 你怎么导航呢 对不对 你用GPS吗 有各种说法 但是呢 去年的时候吧 这个伊朗跟某东方大国签了一个协议 可以用这个大国的北斗了 那么你想这个伊朗 他用GPS有没有可能被屏蔽 我觉得这个是大概率的事情 那怎么办 用北斗吗 反正无人机嘛 这个无人机就算北斗掉个线 应该也不会被强制执行2000块罚款 然后逼着那个货车司机给自杀 对不对 反正无人机上也没有人 所以说这个无人机 他如果北斗是好用的啊 包括这个俄罗斯 有一个什么格罗纳斯啊 如果这些是好用的 他多多少少还能知道 但是从这个无人机袭击的效果来看 他的这个不管是北斗也好 还是格罗纳斯也好 他的要么是这个系统的制造效果并不行 要么是这个无人机的制造系统被被干扰了 所以你看很多的无人机 他表面上我想攻击的哪些目标 到最后也并没有攻击成什么样 当时2019年的时候 这个沙希泽136啊 是野蛮的胡塞武装 拿这个去榨沙特的储油罐 这一下子把沙特的这个日产油量直接给减半了 那次很成功 但是他的这个发挥就非常不稳定 这个乌克兰人自己也说 就是他这个命中 如果一旦没有GPS的信号源 他这个东西一阵风就能挂走 所以伊朗的无人机也有很多 在迷雾当中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伊朗的整个的无人机 它的发展啊 它是一个 就怎么说 你在政治上反对这个西方主流 但是你又在技术上离不开西方主流的情况下 如何鸡贼的走这种自言之路 哎 现在伊朗无人机 甚至搞出来了一款叫雷电 整个整个看起来 那个是隐身的呦 但是有照片 你没有看到它飞起来时候 那个样子 但是你说这种状态能不能持久呢 对吧 这个很难讲 而这个俄罗斯想用这种伊朗 这个本来就是鸡贼的到西方技术的无人机啊 然后继续去攻打乌克兰的目标啊 那其实对战局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说乌克兰其实已经找出了 克制这个无人机的方法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吗 乌克兰说要买德国的猎豹自行防空炮 为什么要买那个 说乌克兰不是已经有比较好的防空系统吗 英国的星光啊什么的 那玩意多贵呢 你想想这个沙西的无人机 据说所有的这些部件都是商业的部件啊 包括它就算有GPS接受器也是商业的 5万美元就能传出一件 你这个的时候你拿这种 你不管拿毒刺 你还是拿星光去打它 你不亏吗 所以那个猎豹 那个自行防空炮 那个高射炮去打它 那个反而是更合适的 所以说伊朗这无人机看上去很唬人啊 世界第五 但是对吧 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这个西方技术通过各种非正常手段的流入 对吧 如果下定决心去加大制裁力度的话 可能伊朗就不至于这个样子了 对吧 那么对战局的影响 对吧 好像是俄国这几天又是各种不利的消息 而乌克兰这边俄国只能拿这个去扎平民 而这个乌克兰这边还没动手呢 俄国的这新兵自己在练兵场上就干起来了 据说干死了十几个人呢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东西对战局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当然这是我个人学渣之见 大家先小心 关于这个伊朗这无人机啊 自杀无人机对战局的影响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拜拜